世界上最貴重 白白的家庭 別的地方 香港 我做了一個例子 這裡是一公斤 在香港 如果在這個區域範圍 大概是二萬至二萬五千元 香港港幣 所以如果一間屋一百尺 那就是要二百五十萬元 很貴 約四坊 四坊 一斤 哈哈 屯木 一斤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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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 是 其實是一間來的 一間在中間就割開 所以叫劏房 劏開它 叫水費 垃圾費 所以住屋的環境 其實有些人的關係都不好 父母和兒女 有些人跟爸爸和媽媽交往後就離開 晚上就離開 房間更可憐 建築業業業務局長 第一關是黃金綑市 棟田青 、冷藥之外 房間有個位置 購物很適合 房間保持 房間保持 劍利業業務局長 將近期建築區 會說 戶口 時間很短,有時會很晚才回家 有時會很晚才回家 當然要煮養空間,食堂也沒有 四溫豆豉仔是在廚房旁邊吃東西 洗衣服就拿去洗衣服 就像我現在的袋子一樣 就在樓下樓下旁邊的街上 就把袋子拿去洗衣服 然後把袋子拿回來 因為這裡不乾淨 就算你洗衣服也不乾淨 我想兩三個都不乾淨 奇妙的事情 韓國和香港和香港 家庭的房子會變得更低 大陸的房子會變得更高 那些人是正在旁邊的房子 台幅和香港人 不安定 一人逼得多人 走開到一方的房子 台幅和香港人 一人半路 台幅和香港人 我穿过了衣服的衣服 一个后面的衣服 两个衣服 一间的衣服 是他家的 这不是一本的衣服吗 不可以在衣服吗 不可以在衣服吗 不可以在衣服 是 好 我的衣服 我可以在衣服 我可以在衣服 是的 每天就要衣服 你每天睡覺時會這樣睡嗎? 是呀 這些叫床位 或者叫龍屋 也有記者說它好像棺材房一樣 如果好像這類設計的床位 其實政府沒有數字 我們估計應該有幾千人住這些床位 他要和這床位是六萬五千元 他是數字的約半以上的零碳 但是 總共有兩、三十萬元 所有人大概將他們全20層 會有五百三十萬元的薄金 你好你好 可以可以繼續吃 小型房間的增長很多寮物 伙伴侣墓越到更大的房子 香港中三층的房子 二十多的房子可以集合 这房子可以供应贷 這是你說做給別人的 是 我明記得是業住不住 他住得更新的樓 做更新的樓 是 他又賺到錢 是 所以是這樣 這個就是投資樓 香港有這些個案 有的 好嗎 這家便 deliver 最 beat destroy 公安 到處環境舒服 買東西嘛 會所服務 나가 有泳池、打球、工作室可以預約 自己租一些活動、生日會 現在香港可能物價或樓價升速快 年輕人很勤力做事都不容易買到樓 韓國也一樣 韓國也一樣? 很厲害 有些朋友去韓國買樓 是嗎 他說是 有些朋友開始去韓國買樓 以前有些朋友去日本 今年聽到有朋友去韓國買樓 全世界人的確投資產品 在這間居住的地方 有些人的地方 有些人居住 在那裡 還有些人居住 還有私物的地方 要戴上一次 字幕 李宗盛